荒野保護協會2020年發表全台第一份淡水河穿廢快篩調查報告 今年在針對淡水河域覆查 比較2020年與2023年穿廢數量發現 河岸段廢棄物明顯增長 相較3年前平均每公里73袋垃圾 今年增至156袋 其中有7成是生活常用的一次性飲食廢棄物 雖然我們過去做了很多淨灘的活動 那在淨灘的過程當中發現 垃圾廢棄物的來源其實跟河川陸地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發想就是 希望能夠找到這些廢棄物的源頭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那所以河川跟河川上游的山林 都是我們在關注的目標 但是在現階段我們還沒有能力去關注到山林的部分 所以會以河川優先來做這個調查 那希望能夠知道說河川的飛機物到底在我們淨灘的過程中 在海灘上貢獻了多少的垃圾量 那最後我們發現那個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調查活動 把這個數據揭露之後可以跟公部門合作 一起來盡快地把這個河川的廢棄物清理掉 讓整個河川回復到乾淨的狀態 調查數據顯示廢棄物堆積位置以河道交匯處及趕潮河段為主 受到地形彎曲與植被形態影響 廢棄物多堆積於下游三處河岸段 有八成垃圾集中於6%的河岸段上 我們真的在河川在垃圾的時候 我們竟然有發現就是有像是機車的安全帽 輪胎 然後甚至還有機車的坐墊 就是會有這些很非常特別的垃圾種 會竟然出現在河川裡面 對 但當然你會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垃圾 但當然你也會遇到就是 真的有民眾自主的去河川旁邊撿垃圾這樣子 對 也是會遇到這些 就是說他看得到的就撿 沒看到的就也只能這樣算了這樣 那那個調查的結果 其實對我們在政策的一個推動 以及我們相關那個河岸的一個清理 都有非常多的一個參考價值 那尤其是那個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廢棄物的種類 仍然是以日常生活一致性的廢棄物為主 那我們新北市從那個很多年前就開始推補數字課 我們會持續來推動源頭減量 來降低這些廢棄物的產生 來減少直接進入到環境 那更能夠直接避免進入到環境之後 還要再來做清理一個動作 荒野保護協會與壽險公司及明治科技大學學生 攜手進行川廢快篩調查計劃 希望藉由這項計劃 讓公部門的川廢清運執行起來 能夠更有效率 同時喚起大眾對河川保育議題的重視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 我們會看到